距离亚币15分钟车闪的甘榜沙家 村民多数没有身份证件 他们住在沼泽地上 用几块木板就可以盖起了房子 房间啊 厨房 客厅都在同一个空间 邻里之间的来往呢 靠的是木桥 那里的村民的身份非常的尴尬 他们的祖先是菲律宾人 移居到了沙巴之后 没有办理证件 后代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 却面对到了国籍的问题 这一波的新冠疫情 这个族群无法获得政府的补助 慈继接获提报之后 立刻前往关心 村民高数志工啊 其实因为行动管制 令他们无法工作 已经用尽了平时的积蓄 慈继家坊 造册 发放大米 还有生活物资 为这些无国籍的村民雪中送炭 沼泽地盖起了形状不一的木板屋 这里的村民平时靠木桥来往 肝绑沙家距离沙巴雅底市区15分钟车程 村民多数没有证件 在新冠疫情期间无法获得政府补助 你们有多少孩子吗 我有9个人 所以你们有11个人 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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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一些破板 不是买的 是破板 这样打建起来就是一个 就是这样讲一个一个盒子 甚至就是十层车 十个方车 就是一家人 五口人 六口人挤在一起 马林住在隔壁村 疫情下获得慈激补助 这一趟她主动带着志工 主护家坊协助沟通 志工 主护家坊造册 随即展开发放 村长借出房子前的小空间 作为发放场地 作为发放场地 少许多一点 作为发放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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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们有钱 但在PKP年中也有钱 我们已经完成了 但现在有钱我们 帮助我们 肩上扛大米 手提沙拉油 村民走在回家的路上 脚步不再为明日三餐烦恼而沉重 发挥翻转手心力量 现场村民响应竹筒岁月 希望帮助跟自己一样 需要的人 麦大爱 吴永辉 谢念祥 沙巴报导